相当优秀 买了一年玩了十几分钟 到了村口不敢进去 全去住 在主菜单挂机一个小时 以保持尊严 恐怖恐怖 大家看一下我耻辱的游戏市场 哇 两年多才半个小时 这又是一款买了之后 舍不得打开的游戏 操作简单 流程很短 全程都在躲猫猫 你只需要在拿着DV次出 惨风的同时 躲避各种RPL就行了 因为不用战斗 所以整个游戏的过程 非常的和谐 但是干尿的时候 它还在尿 它就是逃城2 自发布以来 89%的好评 逃城1在IGN的恐怖游戏榜单 排第二位 这个续作 它排在第五位 如果说这两部的差别在哪 那就是逃城1 已是在精神病院门口散步 而逃城2 是在村门口徘徊 也就是换个地方散步的事 反正不管怎么样 想通关跑就完事了 不过这部在剧情上 更加的丰富 对人性的探讨值得深处 游戏里的人物 也更加的立体 可以让你充分的感受到 村民的热情好客 还有校园里的那段美好时光 顺便还能练习高音 也可以在新的一年里 给自己找个理由 填几件新裤子 那么本着 我不入地狱 深入地狱的原则 我记得我的逃城1 还没进大门呢是吧 那这个就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吧